第十一屆无尽雅籍化会会员大会 继岁末感恩餐会 休旧来围楼 于12月10号在千叶火锅餐厅举行 恭喜陈玉安连任第十一屆理事长 借这一次感恩餐会的一个机会 不仅仅是陪伴孩子 我们也会告诉顾问还有我们的会员们 我们终于又完成了一个 无尽雅籍第十屆的里程碑 接下来要往第十一屆迈进 最末感恩餐会邀请会员家属顾问 以及化会长期陪伴的 阿尼瑟佛儿童之家院童围楼 共进午餐 在这个过程中孩子的身心灵各方面 都能获得一些满足 那也谢谢吴京雅籍 那也祝福吴京雅籍在新的一年 然后会员能够越来越多 然后大家能够共荣共好 大家互相扶持的路程中 用爱传出去 把这个社会更和谐 然后大家能够更互助在一起 那最末感恩餐会吃完之后 那我们就是大家互相团结 互相的彼此的祝福 然后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一个美好的前途 今天来的都是我们的顾问 有的从台北来 有的从高雄来 大家就是希望能跟朋友 小朋友好好吃一顿饭 那我们也非常感恩 所有的顾问的支持 2023年吴京雅籍画会25周年庆系列活动一 是和阿尼瑟佛院童共同完成艺术墙 系列二就是12月10号这天的感恩餐会 荣誉理事长杨玉谦邀邀请大家 共同参与系列三 12月22号晚间 画会冠名赞助的严俊杰音乐会 聆听美好音乐 携手迈向新的一年 台东所在综合报道